昨天吴宇森的新片赤壁在北京是举行了典映活动 近2000名观众非常幸运地提前欣赏到了这部大片 那么观众对于吴宇森的这部新片是否满意呢 娱乐现场进行了一番调查 我想看一下张震的 看到梁朝伟 我想其实我很期待林志玲的表演 对对对 所以今天过来也算学习一些经典台词 吴宇森这部号称史实剧作的赤壁 在上映之前确实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在有百多电影公社举办的典映活动中 大家观看这部长达145分钟的电影时频频发酵 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这位就是诸葛先生 诸都督 索雅 这么冷还身上暗子 我需要随时保湿冷气 这情况一直改变了 你不像是个过冷气的人 这是周瑜和诸葛亮出自歼命式的调侃之词 而诸葛亮内敛沉稳的传统形象 也由此完全改变 整部影片观看下来 诸葛亮 周瑜 刘备等这些三国人物 都成了幽默感十足 台词搞笑的专家 如此不同以往的刻画手法 在博得大家一笑的同时 到底能否为观众接受呢 可能觉得挺贫的 还是现代的那些表达方式比较多吧 毕竟不像古代 小家伙还没起名字呢 他出生在京畜 就该有个京畜的名字 叫萌萌好吗 而且我在刚才看的时候就特别激动 一直不断地就是把一些非常经典台词 都记在我的手机里 比方我们叫他萌萌吧 那一件 院行真不错 可惜已经过时了 只是过时在古代会有嘛 不可能有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 不少观众都认为 赤壁中的台词与那个年代不符合 虽然不知道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吴玉森导演的有意为之 但台词的搞笑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电影赤壁战争场面的压迫感 倒也不失他的调节作用 赤壁利亚众多明星加盟 他们的表现自然也成了全篇的最大看别 虽然有梁朝伟 张峰毅 张震等众多演技派男星坐镇 但点音后给观众留下印象深刻的 反倒是首次触电的林志玲 我就觉得林志玲的出现挺逗的 洛言 撑住啊 夫人 夫人 还没上过 小生天 我叫他撑住啊 林志玲在赤壁中扮演小乔一角 气氛不多 港台性的台词与表现 反倒让人觉得这个人物有画蛇天足之嫌 林志玲这个人 在上集里面他存在有什么必要都不知道 他那个深一代加那个角色就感觉跟整个片子不是很 很 那个搭腔 朱格先生 谢谢你 张望已经很久没有谈情了 我也很久没有这么不冷静 没有摆脱他支持的那些那些那些 到那个人物角色会想到那是林志玲 不是小乔 林志玲恐怕不会想到自己的招牌式发音再次成为观众议论的焦点 不过好在林志玲还是大荧幕上的新人 气垫低并不意味着发展空间不大 除了林志玲饰演的小乔之外 另外一个有争议的角色就是金春舞扮演的朱格亮 再来一只吃吧 金春舞在该剧中不但搞笑台词一大堆 连走路形式都颠覆了传统朱格亮的形象 另外一只脚给卡住了 硬朗是拉不出来的 他讲重 你这要好一点 这个你也懂 可能是导演别出精彩 想要把朱格亮这个人塑造成一个动物学家 怎么样 喜欢会弄乌龟啊 养鸽子啊 然后那个什么接生啊 给小马接生啊 这种 我是很无理逃亡的 荒诞的 不可思议